因为上活我们就尽量多喝水 尤其是在北方 我觉得北方呢比较干燥 特别需要水的补充 因为如果说吃东西吃的比较咸的话 对肾脏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压力 因为这些器官它是比较脆弱的 那你要保护它 很多人有什么肾结石啊 或者是什么的 因为北方尤其是北方 吃的盐啊味精特别重 所以我觉得应该多喝水 多喝水 然后多上几次洗手间啊 可以把那些盐分给排掉 很多毒素 身体里面的毒素给排掉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多喝水 而且千千万万不能够憋着尿 我觉得身体是自己的 你不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是绝对不行的 没有人会帮你保护好你的身体 所以呢 不管拍不拍 你拍也可以等我一下 上完洗手间 这样常常呢 我常常在桌里面就 有时候快拍到我了 我说导演 懒驴上墨 完了之后 等我上完洗手间回来 我就说导演 懒驴回来了 是这样 所以他们呢 我常常在拍戏之前 而且整个组里面啊 最喜欢上洗手间 我看就是属于我了 因为我喝太多太多的水了 我一天可以喝两大 两大壶 保温壶的水 我除了爱喝水之外 我还爱喝汤 因为我常常有时候 对蔬菜汤啊 除了增加维生素之外 还有有时候熬洋葱汤 可以防癌嘛 那如果说 看你自己本身需要了 如果说你 比如说眼睛比较不好 你可以放一些中药材 比较对明目啊 比较明目的 或者是我自己本身 脂气管比较不好 我就有时候 煲汤的时候 我放了半个罗汉果进去 都可以认认我的嗓子 那么这个观众都知道 做演员很奔波啊 你更是这样 身不屑的这种黄毒灭剧